话说这唐僧被刘伯钦救回家去 唐僧为了报答刘伯钦的救命之恩 第二天就给刘伯钦的家里做了一趟佛事 却说那伯钦的父亲之领 超见德托沉沦 鬼魂早来到东家宅地 托一梦与河宅掌幼道 我在阴死里苦难难托 日久不得超生 仅幸得圣僧念了经卷 消了我的罪业 阎王差人送我上中华腹地 长者人家脱生去了 你们可好生谢长老 不要怠慢 不要怠慢 我去也 所谓的中华腹地 那就是大唐啊 西游记当中连和尚都想脱生到大唐 大唐的和尚呢 却要到妖魔遍地的西方去取经 这唐僧啊还真的是 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不管怎么说 这趟佛事还是效果惊人呢 但是啊各位 您还记得观音菩萨是怎么说的吗 说这小成教法是度不得王者超生的呀 唐僧所会的就是小成教法呀 明明就给刘伯钦的父亲已经超度了 而且效果还非常不错 这不就是在打观音的脸吗 所以经书对于超度亡魂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在于地府是不是配合你 这一次很显然地府是配合了唐僧的 不过在这就又有一个问题了 老刘的父亲在因私苦难难拖日久不得超生 那么老刘他爹到底犯了什么罪孽呢 咱们后面再给大家解释啊 首先我们来说地府啊 特赦了刘伯钦的父亲 而且让他托梦回去给刘家的人 说唐僧念的经啊 非常好 那老唐自然是辈儿有面子了 小唐啊 你看念经有用吧 你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啊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取经啊 好好念经啊 想想那伯钦的父亲 都能够到中华腹地长着人家脱生了 所以你自己的前途肯定更是光明一片啊 为了唐僧能够坚定取经的信念 太白金星和地府啊 都以各自的方式登场了 可以说是未必加利诱 你会问需要这么复杂吗 再强大的法术也是控制不了人心的 如果法术就能够控制人心的话 就不需要传播什么经书了 是不是 俗话说 杀人诛心 但是又有多少人是诛心不成反被杀的呢 这个世界上最难控制最多变的 其实就是人心 我们接着往下看 刘伯钦带着家童宋唐僧再次上路 行径半日又来到一处高山 伯钦告辞 张老你自前行我却告回了 三藏文言滚安下马道 千万敢劳太保再送一程啊 结果伯钦拒绝说 张老不知 此山换作两界山 东半边啊 是我大唐的地界啊 是大唐管的 但那西半边就是达达的地界了 那乡虎狼不服我降 我却也不能过界 你自去吧 三藏一听这话 心里一惊啊 千一之妹是地类难分啊 唐僧不想让刘伯钦走啊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说 你干脆跟我一起走吧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场景就是什么样子呢 很像小孩子第一天去上学啊 拉着妈妈不让走的情景 老刘不能过两界山 真的是因为那乡的虎狼不服他乡吗 刘伯钦把唐僧带到此处又有什么深意呢 就在唐僧恋恋不舍之际 只听得山脚下叫喊如雷啊 我师父来爷 我师父来爷 唬得个三藏痴呆 是伯钦打正啊 刘伯钦告诉唐僧 这山就名是五行山 因为我大唐西征定国 才改名叫做两界山 先年曾闻得老人家说呀 王莽篡汉之时是天降紫山 下压一个神猴 不怕寒暑是不吃饮食 自有土神尖鸭 叫他鸡餐铁丸 可饮铜汁 自惜道尽 动饿不死啊 众所周知啊 这个神猴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好巧啊 刘伯钦就直接把这唐僧带到了孙悟空的面前呢 我们再来重新的梳理一下 从唐僧遇到三腰 再见到刘伯钦 那是半日的路程 从刘伯钦再到五行山 遇到孙悟空 这又是半日的路程 咱们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唐僧在遇上孙悟空的一天路程之内 就连番遭遇大难 太白金星引路 让唐僧遇上了刘伯钦 刘伯钦又带着唐僧 邂逅了孙悟空 一切看似巧合的背后 却是缓缓相扣 唐僧不是巧遇的孙悟空 而是被人带着找到孙悟空的 刘伯钦说曾闻的老人家说 这个老人家是谁啊 咱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这个老人家就是刘伯钦他爹 刘伯钦他爹到底犯了什么大错不能超生呢 就是私自接触了孙悟空 他从孙悟空的嘴里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 刘伯钦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故事的一环 那就是在为他自己的亲爹赎罪呢 其实刘伯钦这个人物是一个特别好的题材 如果有人要改编西游记 或者是拍西游系类的电影 我建议刘伯钦这个人千万不能放过 完全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世代守护孙悟空的家族后裔 为了帮助唐僧解救孙悟空最终惨死 又悲情又热血的这么一个人物啊 刘伯钦的历史使命 其实就是带着唐僧找到孙悟空 那么现在孙悟空和唐僧终于要见面了 彼此又将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西游记原著第十四回的标题 新元归正六贼无踪 新元当然指的就是孙悟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回的开场诗是怎样的 佛即心系心即佛 心佛从来皆要物 若是无物又无心 便是真如法身佛 法身佛没模样 一颗圆光寒万象 无体之体即真体 无象之象即真相 非色非空非不空 不来不相不回相 无意无同 无有无 难舍难取 难听忘 内外灵光到处同 亦佛国在亦沙中 一历沙寒大千界 一个身心万法同 知之虚惠无心觉 不染不治为敬业 善恶千端无所为 便是难无 世家业 这首诗啊 不是吴承恩写的 而是宋代诗人张伯端的作品 既心是佛诵 既然心就是佛 那心缘归正岂不就是佛缘归正吗 那难道说这孙悟空的前身就是佛吗 这首诗终于为我们寻找孙悟空的身世之谜 打开了一个大门 咱们前文就曾经推断过 孙悟空是产自食卵啊 孙悟空大战三十六元雷降的时候就说 圆坨坨光灼灼 亘古常人存怎穴 入火不能焚 入水何层腻 光明一颗 谋泥珠 见己刀枪 伤不着啊 这里边的关键词就是谋泥珠 难道说孙悟空的卵就是谋泥珠吗 这谋泥珠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有这么一种说法呀 比较贴合文艺 过去久远佛舍利 法际灭尽 变成此珠 以为利益 所以这谋泥珠就是佛骨舍利 这孙悟空竟然是佛骨舍利孵化出的猴子 所以被叫做心猿 也可以叫做佛猿 猿就是猿猴的猿 所以大家还记得吗 太上老君当初要把这孙悟空炼成丹 其实不是要炼丹 就是想把孙悟空炼成一颗佛舍利呀 那么这颗舍利 究竟是哪位佛所留下的呢 这个问题咱们暂且放下 还有一个眼前的当务之际要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孙悟空在五行山下被压了五百年 那么自从孙悟空被五行山压下之后 小说就一下子跳到了五百年后的鱼兰盆会 那么这五百年之间 究竟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呢 这五百年在西游记当中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消失的五百年 在消失的五百年里 在孙悟空动不了 哪也去不了的这五百年里 西游世界究竟又发生了哪些大事呢 后面的节目 然格讲故事 接着为您讲述西游记背后的故事 万十三年其实是一个虚数 而且西游记原著本身就喜欢用整数 五百年既好听又顺口 而且不影响剧情的发展 在西游记当中 硬套西方的纪念法不合适 更重要的是 按照老孙的性格 和天地神仙妖怪的品行 只会吹牛的把这时间给夸张了说 不会往小了说的 前面的节目 我们讲到 唐僧在告别了刘伯钦之后 那不又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一个人了 结果这个时候 突然冒出来一只猴子 要主动做唐僧的徒弟 而且说自己是观音菩萨特地派来的 猴子对于唐僧来说 那就是雪中送炭的 多好 但是要注意 唐僧可不是一个人去接的那五行山的封条 而是刘伯钦扶着他 附上高山 唐僧方可行到那极巅之处 唐僧远没有影视剧当中拍的那么伟暗 那么唐僧第一次见到自己 要收的这第一个徒弟 到底是什么印象呢 印象之一可以说是 又丑又可怜 只见那猴子 只见那猴子尖嘴缩塞 金睛火眼 头上堆着苔藓 耳中生着壁螺 并边呢 少发而夺青草 汗下无须而有绿沙 眉尖有土 是鼻下凹泥 十分的狼狈 指头粗 手掌厚 尘够余多 还喜得眼睛转动 喉舌声鹤 言语虽利便 但是身体莫能挪呀 宋悟空在这五百年 可以说是吃够了苦头了 那么除了直观上的第一印象之外呢 第二印象就是 他是观音介绍来的 有背景 而且他对取经很有热情 那猴子道 前者有个观音菩萨 领佛旨意 上东土 寻取经人 他劝我再莫行凶 皈依佛法 尽殷勤 保护取经人 往西方拜佛 攻城之后 自有好处 故此 昼夜提心 是晨昏吊胆 只等师父 来救我脱身 我愿保你取经 与你 做个徒弟 孙悟空对唐僧 可以说是日思夜想 可以说等得花都谢了 印象之三 虽然说这猴子呢 长得丑 但是很有礼貌 却说那孙悟空 从五行山出来之后 只见那猴子 找到了三藏的马前 赤铃铃的跪下 道声 师父 我出来了 对三藏是败了四败 极起身 与伯钦唱个大诺道 哎呀 有劳大哥 送我师父 又成大哥 替我脸上薅草 看到没有 咱们之前就推测 这刘伯钦他爹啊 跟孙悟空是有关联的 这倒是挺符合 孙悟空眼下的状态 那么第四个印象呢 就是这猴子 业务能力挺强 而且很会看马 说那孙悟空打完招呼之后 就去收拾行李 扣背马匹 那马见了他呀 是腰软提挫 战战兢兢是立战不住啊 原来是因为那猴啊 原始毕马温 在天上堪养龙马的 有些法则 所以呢 反马见他呀 很是害怕 你看孙悟空当年 当这个毕马温 也不是没有收获吗 现在不就派上了用场了 第五个印象 就是这孙悟空啊 还真像个佛教中人 三藏见他意思 实有好心 真像个沙门中的人物 唐僧一下子就能感觉到 这孙悟空很像一个佛教中人 从法号到行为做事 都是如此 这里不得不说呀 唐僧的第六感 还真的是很准啊 孙悟空当年在灵台方寸山 重点学习的 不就是佛法吗 综上所述 唐僧对孙悟空这个徒弟的 第一印象 还是十分的满意 除了人愁点 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 那么刘伯钦对孙悟空 是个什么印象呢 他见孙行者 一心收拾要行 却转身对三藏 唱个诺道 长老 你性此间收得个好徒弟 甚喜甚喜 此人果然去的 我却告回 这番话用一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一个好字 但是性格这东西是藏不住的 随着双方不断的接触 各自的缺点 可就要不断的暴露出来了 俗话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 那就必然会有斗争 有矛盾 那么唐僧和孙悟空这师徒 二人之间的矛盾 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激化的呢 虽然说唐僧和孙悟空 彼此之间的第一印象 都还是比较满意的 咱们也不难看出啊 孙悟空对于取经 是抱着有浓厚的兴趣的 恨不得马上就动身 踏上这西行之路 唐僧为什么取经啊 是为了李世民能够超度 自己在地府的仇人 而孙悟空取经呢 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前途 总之啊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们俩人没有一个 是真的为了经书 为了普度众生 相比之下呀 单纯为了自己的孙悟空 可能对取经的兴趣 比唐僧更要浓厚一些 现在这个取经团队 是已经成型了 但是谁才是取经团队 真正的领导呢 日后取经团队 所有的矛盾 都是在围绕这个问题而产生 从此 这猴子和唐僧的矛盾 博弈可就开始了 前文咱们说 孙悟空给唐僧 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那么第二印象是什么呢 这样一只既讲礼貌 又有文化 还有菩萨做背书的猴子 怎么就成了唐僧噩梦的开始呢 却说那唐僧救出孙悟空之后啊 孙悟空兆头一棒 就打死了一只老虎 打得脑僵蹦裂 是万点桃虹 虎的那陈玄葬 是滚鞍落马 咬指道声 天哪 天哪 刘太宝日前打那斑斓猛虎 还与他斗了半日 今日你孙悟空不用争执 把这虎一棒打得稀烂 正是墙中更有 墙中瘦啊 唐僧被孙悟空可吓得不轻啊 对孙悟空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 赞叹孙悟空有本事的同时 他自己也多了一丝丝不祥的预感 却说打死这猛虎之后 他们在老陈头家借宿一晚 孙悟空呢 坐了虎皮群 次日启程 取经团队就遇上了六个强盗 这六个强盗分别是眼看喜 耳听怒 鼻袖爱 蛇长丝 异见玉和身本忧 这六个名字刚好应了佛教所讲的 眼耳鼻舌 深意这六贼 悟空笑道 原来是六个毛贼 你却不认得我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啊 你到来挡路 把那打劫的珍宝全都给我拿出来 我与你做七份均分饶了你吧 孙悟空这话里可是有话呀 孙悟空是这六贼的主人公 但是问题来了 那贼文言喜的喜怒的怒 爱的爱撕的撕 欲的欲是忧的忧 一起上前乱嚷道 你这和尚太无礼 你的东西全然没有 转来与我等要分东西 这适合道理啊 哎呀 这六位啊 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人 对同样一件事情居然有六个表情 既然孙悟空说他是这六贼的主人公 那么这六贼又怎么会不认识孙悟空呢 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得研究一下事情的结果 最后到底谁是受益方啊 孙悟空这个时候拿出金箍棒 这六贼四散逃走 被孙悟空拽开步团团赶上 一个个是进阶打死 剥了他们的衣服 夺了他们的盘缠 孙悟空从这六贼的身上 得到了盘缠和衣服 孙悟空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们来梳理一下 唐僧救了孙悟空之后 过了五行山 孙悟空先是打死了一只老虎 然后剥了虎皮做虎皮裙 傍晚呢 到老陈头家里借宿 第二天就遇到了六贼 这六贼和五行山的距离 可不到一天的路程啊 距离借宿的老头家也挺近的 为什么他们要打劫 也不去打劫这老陈家呢 所以咱们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 这六个人就是孙悟空的 独一无二的本事 大分身法 通过法术幻化出来的 从他们的名字来看 也很符合佛教的教义嘛 并不是普通的强盗 能够起出的名字 那么孙悟空 为什么要安排这六个人呢 为什么他们又不认识孙悟空呢 后面的节目 然哥接着为您讲述西游记 背后的故事 话说那唐僧在救了孙悟空之后啊 过了五行山 孙悟空先是打死了一只老虎 剥了老虎的皮 做了虎皮群 傍晚呢 到老陈头家里借宿 第二天就遇到了六贼 这六贼和五行山的距离啊 可不到一天的路程啊 距离他们借宿的老陈头的家也不远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六贼为什么不打劫老陈他们家呢 咱们做一个假设啊 孙悟空有独一无二的本事 什么呀 大分身法 这六贼其实就是孙悟空通过法术幻化的 因为这六贼的名字很奇怪啊 分别是 眼看喜耳听怒 鼻嗅爱 蛇长似 异见欲 身本忧 刚好对应佛教所讲的 眼耳鼻舌 身意这六贼 那么 孙悟空为什么要安排这六个人呢 为什么他们又不认识孙悟空呢 其实啊 自从观音菩萨告诉孙悟空 他要西天取经之后啊 他就已经开始筹划了 为西天取经 准备必要的盘缠和衣服啊 所以孙悟空才对唐僧说 师父 放心 没些事 这些都是来送衣服 送盘缠的 这一招可谓是一举多得啊 首先 得到了取经物资 而且不损害自己的威名 第二 这是为民除害啊 表现了极恶如仇的英雄气概 第三 这也是一次教育唐僧的好机会 老和尚你给我看好了 我可不止敢打老虎啊 连人撒家也敢杀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 那这样的话 孙悟空为什么不直接去打劫老尘头一下呢 孙悟空是这样说的 老尘头 你小时候不曾在我面前扒柴 不曾在我脸上挑菜吗 人家是有交情的 所以孙悟空在杀了六贼之后啊 笑盈盈的来向唐僧汇报 师父 请行 那贼已被俺老孙拨了 孙悟空此举本来是来向唐僧表功劳的 结果万万没想到唐僧的态度完全超出了孙悟空的预料 三藏道 你十分壮祸 他虽是简禁的强盗 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该死罪啊 你纵有手段可退他便去了 怎么就都打死呢 这却是无故伤人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出家人扫地恐伤楼以命 爱惜飞蛾杀赵灯 你怎么不分黑白一顿打死呢 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 早还是山野中无人查考 若是到城市 汤友人一时冲动撞了你 你也行凶执着棍子乱打伤人 我可做的白客 怎能脱身呢 唐僧前面这番话呀 都是一番大道理 只有最后一句才切入了正题 我可做的白客 怎能脱身呢 嘿 场面话不能信啊 唐僧不是怕孙悟空杀人 而是怕官 怕自己惹上官司 那种从骨子里畏惧权力的卑微啊 唐僧又说 这一你没管没收 横抱人间 欺天狂上 才受这五百年前的劫难 今日既入了沙门 若还是向当时行凶一味伤身 去不得西天 做不得和尚啊 这句话呢 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呢 就是唐僧啊 有慈悲之心 慈悲为怀 第二 人不是不可以杀 只是你杀之前 能不能请示一下领导啊 给咱领导一个机会表态嘛 是不是 孙悟空这暴脾气 怎么可能吃唐僧这一套呢 人家可是五百年前的齐天大圣啊 这也是管理过几万猴兵猴将的猴王啊 你一个老和尚敢对孙悟空指手画脚 你以为叫你一声师父 你就真的是师父了 那是看如来和观音的面子好不好 所以如此一番对话下来 唐僧在孙悟空的眼里成了什么形象了 絮絮道道 胆小怕事 更可恶的是还想干涉孙悟空的人身自由 竟然想以师父的身份来管制压制孙悟空 那猴子怎么能忍啊 孙悟空按捺不住心头的火 发火道啊 你既是这等 是我做不得和尚 上不得戏天 那我回去便聊 就这样 因为唐僧的啰嗦 惹恼了孙悟空 孙悟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唐僧是万万没想到啊 刚开始那文质彬彬的孙悟空 竟然是一个暴脾气 孙悟空一走 唐僧可就傻眼了 举目无亲 真就成了个孤家寡人 只见那唐僧一只手拄着膝杖 一只手揪着江盛 那是戚戚凉凉凉 往西前进 没过多久啊 唐僧就遇上了一位年高的老母 这位老太太 我们都知道了 是观音菩萨变的 观音对唐僧说呀 我这里有一领薄布直准 一顶欠金花帽 原是我儿子用的 他只做了三日和尚 不幸命短身亡 我才去他寺里哭了一场 辞了他的师父 将这两件衣帽拿来 做个一年 长老啊 你既有徒弟 我就把这衣帽送了你吧 瞧这话说的一点逻辑都没有 拿纪念儿子的衣服送给唐僧 当了三天的和尚就死了 你这是说你儿子命短呢 还是说和尚命短呢 简单点说呀 就是观音菩萨 给唐僧送了一套死人的衣服 观音还说呀 我那儿还有一篇咒儿 换作定心真言 又做紧箍咒 你可暗暗的念熟 牢记心头 莫再泄露一人之道 我去赶上他 叫他回来 还跟你 你却将此衣帽与他穿戴 他若不服你使唤 你就默念咒语 他就再不敢行凶 再不敢去了 观音菩萨要把孙悟空给追回来 在路上呢 还刚好遇上返回来的老孙 老孙说呀 哦 菩萨 他却怪我凶丸 我才闪了他一闪 如今我就去保他 就去保他也 感情这孙悟空啊 不是真心要走 而是吓唬吓唐僧 让唐僧知道 谁才是老大 那么 孙悟空这段时间 究竟去了哪呢 按照常理啊 他应该是回自己的老家 花果山了 但是猴子 就是没按常理出牌 而是去了东海龙宫 东海龙宫 就连着花果山水连洞啊 孙悟空都没有回老家看看 龙王接到孙悟空说呀 哎呀 禁闻得大圣难满 师赫师赫 想必是重整仙山 归附古洞啦 孙悟空的有期徒刑 浮满之后 先回家花果山看看 重整洞府 这是常理 这事龙王都知道 结果这猴子 却不回家 反而先来找老龙王了 这要是让猴子 猴孙们知道 肯定心都凉透了 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啊 孙悟空此时不敢回花果山 他真的害怕看到那满目疮痍的花果山 害怕看到花果山的冷清和悲凉 所以孙悟空选择了逃避 当然 也有可能孙悟空再也不想回花果山了 早就忘了花果山的猴子们 孙悟空之所以来找老龙王 就是把这老龙王当成自己的老邻居 老哥们 老朋友 来诉诉苦 告告状 这东海龙宫 是孙悟空养成计划的重要知情人啊 长期监视着孙悟空在花果山的一举一动 东海龙王和如来一定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的 孙悟空呢 就是想通过龙王向佛祖来诉苦 告一告唐僧的状 行者道 我也有此心心啊 只是又做了和尚 唐僧不识人性啊 有几个毛贼简禁 是我将他打死 唐僧就叙叙叨叨 说了我的若干不适 你想 老孙可是受得闷气的 是我撇了他 我本欲回本山 故此先来望一望您 求中查吃 大家注意啊 孙悟空说的第一句 可是我也有此心性 只是又做了和尚了 重点在这个又字上 孙悟空什么时候做过和尚呢 那说的肯定就是 在灵台山学艺的往事 总之啊 这个时候孙悟空是想辞职了 那么有人要辞职 老板该怎么办呢 第一步就给他谈话呀 怎么有什么干得不满的呀 我给你涨涨工资 谈谈待遇 龙王就这样回复 大圣 你若不保唐僧 不尽勤劳 不受教诲 到底还是个要先 休想得成正果 大圣 自当财处 不可图自在 误了前程啊 这几句话说的可是 有礼有利有节啊 想想当年龙王 第一次见孙悟空的那副怂样 再看看今天 敢直接说孙悟空是要先 这绝对是东海龙王 有史以来说的 最有男人味的话了 当时孙悟空还啥都不是的时候 龙王还说 哎呦上仙啊上仙 更奇怪的是呢 孙悟空这爆脾气 还真就吃了这一套了 莫多话 老孙还去保他便聊 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 是为了自己的前程 是为了修成正果 唐僧取经呢 是为了唐王 是被权力所胁迫的 这对师徒啊 没有一个 是为了天下苍生去取经的 说到底 取经取经 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 唐僧因为孙悟空打死了六个贼 所以把他给赶走了 而孙悟空去了一趟东海龙宫之后呢 又像没事似的 重新的回到了唐僧的身边 对唐僧说呀 师父 怎么不走路啊 还在此作甚 三藏道 我略略言语重了些 你就怪我 使个性子丢了我去 像你这有本事的讨的茶池 像我这去不得的 只管在此忍恶 你也过意不去呀 唐僧这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 我想你 念你 等你 没有你的每时每刻 我都度日如年啊 我我 我饿了 唐僧呢 跟孙悟空撒起叫来了 唐僧是真的饿了吗 当然不是 他的目的就是想骗孙悟空 打开包袱去给他拿干粮 宋悟空打开包袱一看 一下子就看见了呢 观音菩萨留下的死人的衣服 是一领薄不直准 一顶 欠花金帽 唐僧还吹耳边风呢 哦 这是我儿时穿的 这帽子若戴了 不用交经就会念经 这衣服若穿了 不用眼理就会行礼啊 哎 俗话怎么说的来着 出家人不打狂语 这唐僧还挺会说谎的嘛 唐僧作为高僧 可以说谎吗 嘿 有谁会说谎的时候 告诉你自己在说谎呢 不要那么幼稚了 天下谁人不说谎 天下何人不被骗呢 孙悟空真的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掉进了一个大坑 只见那老孙戴上帽子 唐僧马上就开始了报复行动 叫你不听话 把个行者痛得打滚 抓破了欠金的花帽 只剩一条金线 紧紧的勒在上面 是取不下 揪不断啊 在这里我们得做一个说明啊 原著当中的锦固 是一条金线 不是像电视剧当中啊 那么明显 不仔细看 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孙悟空呢 也不傻 一猜就知道 这问题肯定是出在 唐僧的身上 既然这锦固取不下来 就打死这念经的人吧 于是 孙悟空把金箍棒 晃那么一晃 晚来粗细 望着唐僧就想下手 唐僧再念 这猴子跌倒在地 丢了铁棒 不能举手 只叫 师父 我晓得了 莫再念 莫再念了 大家可记住了 孙悟空的这一棒子 这次没打下来 但是总有一天 会打在那唐僧的身上的 三藏道 你怎么欺心就敢打我 孙悟空怎么可能会承认呢 于是说 哎呀 我不曾敢打 我问师父 你这法是谁教你的呀 三藏道 是世间一个老母传授我的 孙悟空打唐僧这事啊 就这么掩盖过去了 不然双方都下不了台 唐僧说是一个老母传授的 唐僧动了心思 没敢直接说观音的名字 行者听完大怒 不消奖了 这个老母 坐定是那个观世音 他怎么 那等害我 等我上南海 打他去 唐僧的回答 则是相当的机智 此法 即使他授予我 他必然先晓得了 你若寻他 他念起来 你却不是死了吗 看到没有啊 唐僧一句话 就把自己的责任 推得精光 明摆的就是告诉孙悟空 这事跟他无关 就是观音菩萨教他的 而对观音菩萨那边呢 他又可以说 这是猴子自己猜到的呀 我可没告诉他呀 唐僧虽然说 劝住了孙悟空 不要找观音菩萨去算账 但是猴子和观音菩萨 就这儿 可就结下了梁子了 孙悟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下一站 他就要找观音菩萨 好好的算算这笔账 前面咱们说过呀 如来是给了三个姑 让观音菩萨用在 不听话的妖怪身上 如果孙悟空听话 那么这个姑啊 观音菩萨就省下来了 可是不凑巧啊 孙悟空偏偏就是 这个不听话的妖魔 观音是不得不用 在没有紧箍之前呢 从五指山获得解放的 孙悟空可以说是碾压唐僧的 有了紧箍之后 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关系 才终于实现了平衡 能够相互制约 这样的话 队伍才能够一直走下去 孙悟空为了取下这紧箍 又多了一份取经的信念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话又说回来呀 用暴力强迫人家去取经 真的好吗 到这儿咱们就可以发现了 唐僧之所以要取经 是不敢回头 回头之后无法面对唐王 而孙悟空是不能回头啊 那么取经团队 何尝不是被压界的犯人呢 归结到底 权力 财富 都是自由本身 为了不受他人控制的自由 为了控制他人的自由 为了不受金钱控制的自由 为了控制金钱的自由 一切都是为了自由 为了更大的自由 所有人其实都是自由的囚犯 永世不得自由啊 废话不多说 咱们且说啊 这行者服侍着唐僧西近 行径数日 正是那蜡月寒天 朔风凛凛 滑洞凛 去的是一些悬崖峭壁崎岖路 蝶岭层楼岸岸险峻山啊 看到没有 这些日子 这孙猴子没带唐僧走什么好路 唐僧可没少受罪 终于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行者道 我记得此处叫做舌盘山 应酬剑 这个地方 孙悟空是知道的 是取经路线图的一部分 为什么孙悟空要来到这里呢 因为上一回啊 孙悟空才见过那观音菩萨 这师徒两个正然看出 只见那剑当中 响一声钻出一条龙来 推波仙浪 窜出崖山就来抢长老 唐僧师徒遇上了一条龙 其实这条龙我们知道 那就是我们熟知的小白龙 小白龙一开始的目标啊 并不是去吃唐僧的白马 而是唐僧本人 孙悟空连忙丢了行李 把师父抱下马来 回头便走 那条龙就赶不上了 把他的白马 是连安纪一口吞下了肚具 根据原著当中的描述啊 小白龙是因为没有追上唐僧 才吃下了白龙马 难道小白龙真的想吃唐僧吗 小白龙是吃人的吗 山神土地是这么告诉孙悟空的 这剑中啊自来无邪 只是深陡宽阔 水光彻底澄清 乌鸦不敢飞过 见水清照见自己的形影 便认作是同群之鸟 往往置身于水内 顾名 应酬斗剑 只是向年间呢 观音菩萨因为寻防取经人去 救了一条狱龙 送他在此 叫他等候那取经人 不许为非作歹 他只是饥了食 上岸铺鲜鸟雀来吃 或是捉些张鹿食用 根据山神土地的描述 小白龙在应酬间是不吃人肉的 他抓唐僧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咱们来看看小白龙自己 后来是怎么跟观音菩萨解释他的作为的 我昨日腹中鸡腿 果然吃了他的马匹 他以着有些力量将我斗得利切而回 又骂得我闭门不敢出来 他更不曾提着一个取经的字样啊 这就很可疑了 首先你是奔着唐僧去的 你一开始并不是奔着唐僧的白马去的 其次 你看不出来这货是个和尚吗 观音让你在这等取经人 深山老林千年不遇突然来个和尚 你不该问一下 你是不是来取经的呀 小白龙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了孙悟空 都怪他不说自己是取经人 观音的反应就更奇怪了 哦 那猴头 专语自强 哪肯称赞别人 今番前去 还有归顺的礼 若问时 先提起取经的字样来 却也不用劳心 自然共服 这观音也是神逻辑啊 小白龙就算没有吃掉唐僧啊 随便吃人家的白马啊 难道不该罚吗 既然如此 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观音菩萨在提醒孙悟空以后啊 你不论是遇到什么妖怪 首先得亮明自己是取经团队这个身份 如果你不表明身份 就会惹来各种麻烦 如果你先表明了身份 说不定还会有一些小惊喜 所以自此之后啊 孙悟空不论啊 遇到什么妖怪 都不忘特别说一下 人家可是来自东土大唐的取经人 但是对小白龙猪八戒沙和尚 他都没说过 这几个人可都是观音菩萨 千挑万选出来的保镖 孙悟空遇到他们 为什么就偏偏不提呢 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后面的节目 然哥讲故事 接着为您讲述 西游记背后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